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监视》 这部电影总共的演员不到十个人 但是故事却非常的离奇 连宇是一位公司的白领 离婚后带着孩子 米希是自己的同事 爱偷懒爱打扮 有一次上班时 偶遇了地下停车场的保安俊浩 这小伙看起来年轻帅气 真是不错 回到单位 四眼领导又来派发一系列的工作 让连宇姐姐每天加班到深夜 当天晚上领导应酬后 看到公司的灯还亮着 偷偷地来到了连宇的身边 借喝咖啡的机会 企图对连宇实施不轨举动 而这一切全被监控拍下 晚上回家 他又遇见了帅气保安打招呼 其实这个保安小伙负责整栋楼的监控 同时还有许多私密的位置 安装了摄像头来监视连宇的一切 第二天圣诞节到了 连宇还是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 随后来到地下停车场 突然昏迷之后醒来 自己穿上了红裙 睡在了监控室 原来是车顶漏水 自己走到车前触电晕倒 衣服被打湿后全部被换了 但是连里面的都换了就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这也是保安小伙的安排 准备开车回家的他 又发现车也坏了 随后和小伙一起回到了监控室 小伙准备了烛光晚餐 连宇发现越来越不对劲 小伙的举动越来越过分 直到他拿出手铐把连宇绑架 然后带到了地下二层 看到了自己的四眼领导和女同事 早已被绑架到这里 小伙坐出开车 撞死他们的动作一次两次 直到女同事被吓尿 随后小伙又直接杀害了四眼上司 放走了闽西 连宇姐姐早已被当前的画面吓赏 偷偷的跑到了监控室 准备拿钥匙坐电梯逃跑 可是全场的大门都已被关上 所有的监控都在保安的掌控之中 失败被抓回 随后画面反转 连宇打算顺从保安 企图保命 当小伙给女主换上高跟鞋的时候 连宇使用香水喷洒对方的眼睛 然后用鱼缸猛砸 准备第二次逃跑 这一次碰到了自己的上司 他居然没死 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他们是在演戏 有人想把这一切拍成电影 四眼上司随后遇见了保安 两人话不投计 保安小伙动刀真的杀了他 连宇最后打算和小伙拼命 偷偷的跑到监控室 找到了一台车的钥匙 双方开始了速度和激情 激烈的碰撞之后 连宇用装死的方法 把小伙引过来 随后一刀解决了他 所有的故事结束之后才知道 原来真正的幕后黑手 缩时保安 绑架女子上演爱情动作片 把所有的监控画面保存 剪辑成了一部电影 随后把监控销毁 再把电影拿到网络上贩卖 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小编不知道 但是监控如果被坏人利用 真的太可怕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电影